大家好,欢迎来到82评测,我是波波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来自摩奇的iOS游戏手机 相比较上一代产品,性能方面还是有很多的提升 在视频中小编将会对它的游戏性能进行简单的测试 详细的评测还是请大家查看图文评测 好了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配件 打开箱子后,我们首先看到的是iOS的主机 然后是保修凭证 还有合格证 最后是数据线及充电器 我们打开iOS来看一下外观 在外观上,爱我iOS沿用了上一代产品的爱舞 所以说外观上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系统的流畅度也还是可以的 好,下面我们来进行游戏测试 第一款测试的游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天天酷跑 好,其实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整体还是非常的流畅的 相较于其他的触屏安卓手机的话 iOS在操作天天苦宝这款游戏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毕竟有非常好的手感 跑出个高分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第二款测的游戏小编闪了是一款接机模拟器的游戏 吞噬天地 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我能看出iOS玩起来操作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要强调一下摩奇游戏手机一直以模拟器作为一大卖点 目前安卓平台下的GBA、SFC、MD、PS等模拟器数量庞大 并且兼容性几乎完美 使得摩奇i5S拥有广阔的游戏资源 并且也迎合了老儿家的怀旧需求 第三款测的游戏是一款格斗类手机网游 时空猎人 也是一款非常需要操作的游戏 无线连击、秒筛大招等等方面都可以体现出i5S的优势 特别是在物理按键的映射非常完美 物理摇杆和按键的指令都能及时反馈到游戏中 整个操作没有任何的拖沙感 并且整体画面当然也非常的流畅 最后一款测试的游戏是52道场 这款游戏画面是比较华丽的漫画效果 同样适用于i5S的操作 可以看出拔刀、挥动、斩下、龟效 简简单单的一系列动作都能通过物理按键来完成 这比之前用触摸屏幕的操控确实方便了许多 在游戏中配上非常舒服的手感 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好,以上是本次为家带来的i5S游戏测试环节 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 或者在西浪微博at80评测组 小编一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 谢谢大家